Do you got a pair of EZ? All day all day Did you wait in the line? All day all day 好啦 大家今天老師呢 要為你們做這個 Air Not Air Come on man 為什麼你們一直要加一個Air對不對 不是喔 現在在愛迪達體系 這個EZ的Signature Shoes 它的這個鞋子 代言的鞋子就直接叫做 Easy Boost 350 為什麼這次會叫350呢 因為它是Low Cut 也就是低筒的 原則上呢 今天老師非常開心 可以來到這個 愛迪達Original 來我們3秒速拍一下 就是那個地方 好馬上帶回來 很好 這個攝影師是新的 所以我們要給它指引一下對不對 那今天老師呢 差不多7點的時候就來到這邊 然後呢 7點的時候他就開始排隊 那排隊的現場真的是非常誇張 不過他們這一次艾迪達 不管是在這個人員的控制啊 就是整個排隊的這一種流程都非常的順利 所以老師也非常開心 那再一次 不管你這一次喔 多早來到這個地方喔 你只要拿到一個籤就有希望 可是真的都是平運氣 因為不管是你在前十個 或者是最後十個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的 就是太大的差別 就是說 可能你的Size 可能比較容易拿到 不過就是真的要平運氣 好啦 那現在要那個 鞋瓶這雙鞋之前 我要big shout out to 岩碩對不對 比個耶 Peace sign 那原則上呢 今天這個袋子 我們拿到的時候 就有一個愛迪達Original的 這個 The Logo的袋子 替代 非常酷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現在講到鞋盒喔 講到鞋子 我們先看一下鞋標 鞋標方面 它直接寫著 Easyboo 350 那這一次呢 它的Size的這一種 分類是直接 它是直接砍半號 也就是說呢 9號直接接到10號 11 12 沒有什麼10號半 Alright 所以像老師呢 Either買10號 要不然就11號 所以I have to go with the 10號 因為聽說 這個Easy系列 像老師之前穿這個 Easy 750 就是有比較大的感覺 所以現在 這一雙呢 其實是剛剛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面有沒有寫定價 沒有定價喔 不過原則上 10號 那它的編號就是AQ4832 非常的酷齁 好 那這邊就是其他 上標上面的一個 小小的細 這個 detail 還有資訊 跟這個750 真的有差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750 它來的就是一個很premium 很上等的這個盒子 可是呢 350 它直接給你這個 很像整個環保盒的感覺 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什麼logo 除了鞋標以外 還有就是另外一端的側面 它這邊寫著Easy The God 每次發這個鞋子就是暴動喔 那下面它就寫的 Boost 350 大家都知道Boost 就是現在 愛迪達非常推崇的一個科技 那再來就是 Easy.supply 哇 這個名字我第一次看到耶 因為之前呢 我們直接看到這個 愛迪達的商品 直接就是 Edita Easy 沒有這個 supply的這個字 所以現在 好像它是直接做一個 clothing line在跑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下面就是一個三頁 的這種 愛迪達的Original OG OG的這個logo 非常酷 好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moment that you're waiting for 對不對 大家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雙鞋子 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打開呢 這邊有兩個扣環 你有沒有看到 好 那打開不是只有這樣子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蓋子 那我們直接打開 非常的酷 所以它有一個很像那種 suicide doo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t's really hip-hop 那裡面呢 有一個就是這種 襯子有沒有 感覺 Not too cool 可是跟這個750 感覺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Oh yeah Do you got a pair of easy? All day all day Did you wait in the line? All day all day Right So this is easy man Easy 350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把鞋子放在旁邊 好你看 趁紙就這樣包住 可是 老師非常堅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發票一定要有 那呢 這雙鞋子呢 因為在台灣買的 所以是用台灣的發票 非常非常的酷 而且呢 這個鞋主喔 他是第一個 第一個抽到籤的人 所以真的是非常幸運 那現在呢 既然這雙鞋子 是在台灣拿的 對不對 所以它有一些 這個tag 就是用這種台灣的說明 比如說 這邊他掛著一個愛迪達 還有他的這個鞋子型號 這個細節資訊喔 它上面有尺寸 尺寸其實它是寫的9號半 所以看起來好像 老師應該是要穿這個11號 比較有這種 比較適合喔 那台灣的建議售價 其實比美國還要貴 因為美國這雙鞋子 是定價在200塊 那加完我們華州的 所以就是220塊 所以其實算一算 也差不多是在這個 6千 6千5左右 可是台灣是直接定價8千塊 值不值得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好 原則上我們看一下 整雙350的這個側面 鞋身上面 它就用了這種 Netting有沒有 有點像那種編織的感覺 有點像這種 Nike Flight Net的這種 細節 這種科技 所以呢 整體看起來 好像很乍事 有沒有 這個Nike Roshi Run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像喔 不過 非常的非常的酷喔 那講到了 來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編織的細節 跟紋路 其實它有點像這種 Digital Camel 有沒有 就是這種喔 電子 這個怎麼講 迷彩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酷 那鞋帶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鞋帶環 它其實有點像 我們這個KD有沒有 KD的鞋子 它直接是這樣撐上去的 它可不可以綁更緊呢 其實好像也還好 因為你看鞋子的部分 它是不是開的 它不是開的 它直接都是一體成型 那這也是呢 EZ350這一次 非常非常獨特的一個 這個設計 也就是說 它整雙鞋上身 是一體成型 非常非常的酷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鞋帶的部分 鞋帶是圓筒型的 有沒有 然後交叉 很像這個日式 那個有沒有 釣魚一種 那種什麼 那種服裝有沒有 非常的酷喔 那再我們看一下鞋舌的部分 一樣有點小皺 可是這真的是 非常符合 海岩外這種潮流的設計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頭的部分 鞋頭的部分 原則上就是比較尖 其實這雙說起來 已經有仿的鞋子了 鞋 仿的呢 這邊其實比較寬 那我們這個 正的就是比較細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鞋的內側 鞋的內側這邊呢 一樣 就是這個Digital Camel的Pattern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酷的細節 寫什麼呢 寫著YZ Y就是Easy的意思 那摸一下 有嗎 雞皮的摸下去 真的會變顏色 有沒有 老師真的非常喜歡這個細節 那 原則上摸起來呢 跟這個750的比較呢 好像 差不多 差不多 750其實整雙都Sweigh 所以摸起來真的很過癮 可是這一雙摸起來 就感覺好像 欸 粗粗有嗎 好像還好 不過來講到這個細節 我們看另外一雙的這個鞋的內側 他這邊直接打著一個三頁的logo 有沒有 也是非常的酷喔 所以呢 不只有Easy的這個pattern 有沒有 這個labeling 那他這邊也有一個烙印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酷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講到這一邊的鞋子有沒有 來 老師剛剛有跟你講到 這一雙鞋子其實是一體成型的喔 如果你不信的話 我們現在把鞋墊打開 有沒有看到 連鞋墊打開 他裡面 這個netting的部分 他是整個是涵蓋上去 然後就連在這個鞋底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酷 有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 裡面有鞋什麼 好像沒有鞋什麼 他直接 這樣子鏽過去一個 黑色的 這一種 線條有沒有 非常酷喔 那我們看一下 那其實裡面這邊有一個透氣孔 所以這邊呢 他不只是只是這個Easy 的一個Detail 他這邊還有一個 venting system 有沒有 就是一個透氣孔 非常的酷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鞋內身的這個標 有沒有看到 US UK是9號半 有看到吧 好 Man in China 大陸做的喔 現在是強國人做的喔 非常厲害喔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鞋墊 鞋墊的部分呢 原則上上面就打個這個 愛迪達三頁的Logo 好 那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把鞋墊放進去喔 看到這個鞋跟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一個 這個小小的鞋跟環 有沒有 他看起來有點皺著的感覺 那其實這邊是故意這樣縫起來 有沒有看到 是故意縫起來了 不是說他是真的這樣子就是皺掉 他是故意縫起來 所以看起來還蠻帥的喔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好 講到這個鞋底的部分 啊 這就是現在喔 愛迪達一直主打的一個科技 也就是這個Easy Boost 有沒有 那相信你們之前有在看老師的這個鞋底呢 750的部分喔 他的這個鞋底其實不太一樣的 所以350跟750的鞋底 這個細節是不一樣的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原則上呢 這邊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有一塊 也可以把它撕下來 其實不是 他是就有點 那種抓地力 Traction Control的感覺 那再加上這邊有一個 Adidas三頁的Logo 非常酷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很像保麗龍的這種設計 他就是Easy Boost 的這種科技 非常非常酷喔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邊 有一個鞋跟抓地力的這種 電片有沒有 非常酷 他直接打了Boost 非常酷 那所以現在呢 大部分這個 愛迪達Boost 的鞋子 他都會有一個類似這樣的設計 他上面就直接打著Boost 的這個細節 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好啦 原則上 老師對這雙鞋子的第一個印象 尤其是在之前 剛從網路上這樣流出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像 這個Nike的Roshi Run 不過呢 當我拿到實鞋的時候 然後再這樣看的感覺喔 其實 蠻有他自己的特色的喔 那剛剛老師忘記講了 鞋墊的部分 他直接有熱烫上去 有沒有看到 Adidas 乘以Easy 好 那如果你們問說 我這個鞋跟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紅色的地方 會不會有這個3M Reflective 反光的這個效果 其實是沒有的喔 所以 整雙鞋就是非常簡單 非常有時尚的感覺 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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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聽說這雙其實喔 在這一次的發行量非常的多 尤其像我們美國 包括Foot Locker 包括Finish Line 包括Champ 並且非常知名的 這個球鞋運動廠商 他們都有拿到這雙的發售拳 那喔 不管在線上 還有就是實際店面 都有拿到這雙的發售拳 所以其實這一雙呢 它的量是非常的多的 是今天的這個 Easy Boot 350的鞋屏 還有一個段落 好啦 這次看你老師 老師這次其實非常開心 能在返台之間 與大家一起拍鞋 雖然天氣非常的炎熱 但在整個過程中呢 能找回當初拍鞋的回憶 也算是值得啦 除此之外 老師其實也非常敬佩 這次愛迪達中校蹲南店的 發售秩序與管理維護 不但發售的活動 一切順利 他們還貼心的發送飲料 提供這些顧客消暑 真的是太棒了 不過這次讓老師看到最心痛的呢 還是有一堆跟風流行的在收商 在外面徘徊 武藏道老師當場目睹 一堆人馬上拿到鞋 就開始喊價開賣 這讓我生氣的是 看到有人還叫自己的奶奶 在這麼炎熱的夏天拍鞋 真的是看得非常的心痛 最後啦 老師其實這次看到最有趣的是 有一堆一問三不知的坑壁蟲 在那邊排隊 尤其是當老師問到其中一些 排鞋的民眾呢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這雙鞋的正確名稱 更不用說誰是 是Khan Wessler 這其實對於一個 喜歡嘻哈音樂的這個歌迷呢 其實幾大的路也感到非常的無奈 but man what the hell 開心就好啦 再次感謝你們準時收看 老師的協評影片 也記得分享按讚留言 好啦 til next time 這是看你老師